好,那我们刚刚听到了加了当簧管的旋律呢 好,现在我跟各位要讲一些 帮别的乐器做搭配的时候的一些技巧 首先我们要注意 譬如说这首歌是吉他 那吉他呢,他在刷弦的时候 他的平关是比较偏中音跟低音 所以也就是中音跟低音 这两个平关会比较多一些 那我们这样搭配他的旋律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比较高的音域 来让他能够凸显这个旋律的特色 可是呢,我们在这首歌里面 其实旋乐主要也是压着是中平 各位可以听听看 好,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他吉他是一个中平的时候 我们的旋乐也是要压在中平呢 好,我们听听看他吉他在这边弹的 好,他的吉他里面呢 反复有一个旋律 而且他的吉他呢,用分散和弦 那虽然说我们这边的旋乐跟吉他 是使用在一个同样的音域 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们要弱化整个的音响 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前奏听起来不要太大声 要让前奏听起来呢 是一个不会太强的感觉 而且呢,他的吉他呢 在播放 在演奏这个旋律的时候 我们垫一个长音 然后用不同性质的乐器 所以事实上在这样一种情况 并不会盖掉它本来的一个特色 所以就会变得刚刚那个样子 好 那有些地方呢 像基本上这首歌呢 我们都是让弦乐器压在一个比较中平的地方 因为这整首歌呢 他的这个吉他 整个弹起来的感觉 有的时候并没有非常的吵杂 并没有非常的吵杂 那如果说像这个地方 好,我们可以听到他这里的吉他 有一下刷的特别用力 可是那一下特别用力呢 其实应该是这个吉他演奏家 想特别要表现的一个方式 那刷的特别用力的时候 我们可以听到他的高频 其实还蛮明显的 也就是去插一声插一声这个刷弦的声音 高频是蛮明显的 所以说事实上 我们的弦乐还是要帮他补在中间的这个区域 产生这样子的音响 我们请不吝点赞 订阅Rock Media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听起来呢,就不会太强烈 会让整个曲子听起来呢,是一个比较中庸的强度 好,那我们在这边有看到一个贝斯 这个贝斯 我们去补吉他的这个频宽 也就是说当吉他他在演奏的时候 有时候他没有办法 这个每一个低音都能够弹得非常非常的明显 或者是每一个低音都能够弹得很饱和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贝斯 好,用这个贝斯来补足他的频宽 整首歌呢,我们其实所用的东西很简单 用了一个钢琴 这个钢琴主要是负责旋律 还用了一支当簧管 这个当簧管也是负责旋律 好,两个钢琴呢,跟当簧管两个乐器 把旋律分成一个是属于极弦类的乐器的感觉 另外一个是长音的感觉 也就是说钢琴是打点 而当簧管呢,他是吹长音 用这两种特色去表现这首歌的旋律 那旋乐跟贝斯 这两个去弥补吉他本身在演奏的时候呢 所没有办法做到一些事情 而吉他跟弦乐两个人呢 事实上又交互着去补足这个伴奏 如果说今天呢,弦乐在演奏长音的时候 他的节拍感跟节奏感相对的就会比较低 那吉他他会用刷弦的方式呢 去表达这首歌的节奏感 那当吉他在刷弦表达节奏感的时候呢 我们又用弦乐来表现长音 让他听起来也很稳定 并且呢,加上贝斯 所以整首歌的效果啊 听起来就能够很温润 然后不会太强烈 听起来很舒服 好,我们听听看像后面这个地方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